日報 另外一整集委訪問開的畫面 日報 嚇誰 在光天花日之下 南韓共同民主黨的黨魁李在明 就被刺了 李在明是誰 李在明是南韓在野黨 最大在野黨的黨魁李在明 他今天去哪個地方呢 去一個機場預定地 來走一個行程 辦一個活動 結果呢 要離開的時候 很多的支持者來觸擁他 其中有一個人 他特別用心 他在頭上弄了一個皇冠 然後上面寫我是李在明 所以呢 他的委安特勤人員就覺得說 應該也是他的支持者嘛 然後就很靠近 大家都以為說他要拍照要幹嘛 結果戴著這個皇冠之後呢 一靠近竟然拿出了一把刀子 這刀子還長達30公分喔 就直接往李在明的脖子上刺了過去 而且相當的精準 刺到之後呢 馬上噴血 噴血下來的話 委安特勤人趕快把他給 把他放倒在地上 然後呢 用這個手帕 還沒有辦法拿 日間紗布過來 然後把他給壓住 那幸好他沒有失去意識 然後再把這個人給帶走 可是大家 這也太可怕吧 對 他只要再幾公分 這差距就沒了 不用幾公分 他只要再往旁邊一點 如果他刺到了不是皮肉山 大動脈 而是動脈的話 大概現場可能就會有遺憾的事情發生 這個是在南韓 南韓已經在這件事情之後呢 有很多檢討的聲音 對 可是在台灣 台灣 因為南韓這個喔 其實是一個距離 他刺過去 然後呢 李在明閃了一下 所以呢 沒有打到大動脈 不是你的保安在幹什麼 對 他們就說 因為以為是他們的一個支持者 所以呢 因為他戴著這個黃冠 他以為就是一個歡樂的一個 一個場合 然後呢 支持者進來 但是幸好沒有發生生命的一個安全的危險 這種事情也太多了 之前是普警輝 現在又是李在明 對 所以呢 現在回頭來看 這個是在韓國南韓發生的一個事情 今天賴清德他在掃街的時候 遇到類似的一個情況 他在掃街的過程當中呢 有一個女粉絲 欸 靠近過來 然後呢 就是 欸 我們來自拍好不好 這個時候呢 賴清德也非常的開心 旁邊蔡逸宇還想要舉手 一起比夜 對 結果 說 說十十那十塊 竟然就直接親了上去 那親了上去之後 大家回頭去看 現場有沒有晚安特勤人員 國安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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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人都在後面 那他們在幹什麼 而且 而且就是這樣 眼睜睜看著賴副總統 被親 可以這樣子嗎 當然不可以啊 不可以 因為這個女粉絲真的是太專業了 大家注意看這個畫面喔 她用手 跟摸 拉過來 那個特勤發生不對的時候 背呼啊 來不及了 因為這個狀況其實齁 以他們國安局的維護 特勤為案來講的話 你有粉絲要拍照 那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但是他們要有一個 stand by 的一個動作 你拍完照之後 有狀況 你要馬上介入 現在來講 大家哪裡 你的眼神在看哪邊 然後這個還被擋住 然後這個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對 那你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刀子刺到了李在明的脖子 這個是直接手拉了過來 那賴副總統 他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國安局 現在已經在深刻的檢討了 因為在檢討了 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等於說呢 他們在這個狀況沒有 他們在警覺意識 是完全沒有警覺意識的 然後這個 你說他這個熱情的動作 但是對國安局的特勤人員來講 這個就是個危害動作 危害動作 做完走人 這些人還傻在那裡 你當下也應該第一時間要介入啊 結果沒有 他竟然 拍完照 拉脖子過來 然後hold住之後 清完 然後解散離開 他全部做完 然後我們一二三四 傻了 就是我們這第一排最靠近的觀眾 他們就講說 你們是搖滾席的觀眾嗎 你們是國安特勤人員 你們是內衛區 所以這個東西 雖然賴清德副總統 他是沒有意見的 但是國安局現在來講 已經要開始檢討了 好 會長 有這麼嚴重嗎 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你看他第一個 是他可以說是兩個人之間 完全沒有距離 而且他的右手 剛好放在他這個警動脈旁邊 如果他手上有任何力 他才開發這種事情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畫面 馬上讓我想到什麼 馬上讓我想到2017年 金正男 當時不是就被兩個女性 莫名其妙 而且那兩個女性 一個是越南 其實是印尼級 他們就其實鋪上去 然後他們以為在玩遊戲 因為有人顧他們 說你就把你手上 這一瓶液體東西 就往那個男生身上倒 你把液體弄在抹布上 抹布上把它吐完 他臉上塗上去 他們就這樣玩... 結果後來金正男 在十五到二十分鐘 這些人就GG了 結果後來人家本來以為 什麼北韓特工 一大堆有沒有 都沒有查... 查了老半天之後 發現這兩個女生 可能真的從頭到尾 他們都以為 他們在玩一個整人遊戲 所以後來整起世界 你知道後來那兩個女生 被判多久嗎 才三年 就根本就變了一個遊戲 所以你看看這個畫面 當然因為這個女生 是熱情粉絲 非常的一個 基於一時之間的情緒激動 所做出來的情況 對,可是問題是你要知道 這個其實如果真的有心人 是在裡面要做任何動作的話 其實這個機會真的是一個 可能導致我們這一次 2024年總統大選 最有機會獲得勝選的 這一組候選人 生命在旦夕之中耶 好,瑞德 當然想 這個時間是電光石火 我想這個來不及 你說不是 你說受過好的維安訓練人員 特別他們學過八卦掌 一下子就可以解決了 對,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呢 這一次的這個賴清德 不是瘋狂粉絲 把他親一下嗎 我跟你講他的維安 那個相關的人員失職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麼總統候選人雖然要親近 你不要忘記他也是 現任的副總統 總統候選人雖然要親近 對不對 但你絕對不能讓他跟他 有身體上的接觸 為什麼 除了握手之外 因為我問你 他可以親他呢 他能不能對他有什麼樣的危害 當然可以啊 你知道 要在我們特種部隊訓練的過程當中 我只要靠近你身體兩公尺之內 就算擊殺成功 為什麼 我只要靠近你兩公尺 你的那個反應的空間是很小的 時間是很短的 那麼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這個特勤 特勤那個人員裡面呢 要學一個叫八極拳 八極拳 所以八極拳是怎麼來的 八極拳 那麼寶傑如果你看過武俠小說裡面 有一個虛構的降龍十八掌 有沒有 那個金庸不是那個武俠小說裡面 有個降龍十八掌是虛構的嗎 剛猛直快 他就是取材制所謂的八極拳 為什麼八極拳啊 他有個功用 他不是 不是為什麼特勤人員都要學 1968年的時候 劉雲橋先生啊 就是第一位在我們的總統官邸裡面 教授特勤人員八極拳的 八極拳有一個特徵 他靠近你的時候 他不是在那邊跟你這邊用手腳 在那邊跟你這邊搏鬥幹什麼 不是他保護這個總統副總統的維安人員 一旦有人靠近的話 他可以用很短的時間內 直接用這個走頂肩鎬一擊必中 走頂肩鎬一擊必中 什麼意思 我舉個最簡單的 我們大家都認識 黃創下 創下就是被八極拳 真正面臨過八極拳 一掌八爬推開頭 欸 創下186公分長得比我還壯 你就拍一下子 創下曾經跟我好幾次講過這個故事 黃創下180幾公分啊 對 然後人家被那大張對不對 那一次是在哪裡 是在桃園體育館 那麼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剛好在這個體育館有個事 然後那個有個活動 出來的時候他想說 阿輝輩他認識很久了嘛 去跟他打個招呼 可是問題是 你這個動作是之前 沒有特勤人員安排的 所以當李登輝過來的時候 前面 前面李登輝很高嘛 所以他的這個特勤人員 都是身高比他還要高的人啊 那結果呢 一過來的時候 黃創下就為清允許 就靠近李登輝 就在快要靠近的時候 其中一個前面的特勤人員 直接砰8幾公尺打出去 創下跟我說 就是3到5公尺 跌到後面 而且他說 他不是這樣子退 他是飛起來 他是整個人3到5公尺 他說他退到3到5公尺以後 還好沒有很 沒有這個受傷啊 沒有怎麼樣 但他恍生一下子說 蛤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原來那就是八級拳 因為八級拳 事實上 從那麼清朝末年時候 那個溥儀 都聽過溥儀嘛 他的保鏢就是八級拳 所以如果你看過 電影一代宗師 不是那個 筆畫非常漂亮嗎 事實上 當時就因為溥儀 去東北的時候 那麼 當時的八級拳高手 把他帶到了東北 後來在1968年 劉雲喬先生 是八級拳裡面的 TOP頂尖 來到台灣 帶進我們的這個 維安特群水護官官邸 連我們軍中都要修習 這個所謂的八級拳 好 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北約前歐洲盟軍 最高司令 他居然講的一句話 他說 你現在給中國準備10年 他也沒有辦法應付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 而且他還講 你們還提不提到 現在中國 他現在不斷的換人 連這個國防部長 都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準備好 沒錯 像這個北約前盟軍的 這個最高領袖來說的話 這個斯塔利弗斯 他講這句話 他講什麼呢 他講說如果中美開戰 即使給中國10年 也準備不好 因為中國還沒有準備 以成熟的方式 對抗美國 那另外 如果美方最後 跟中國開戰的話 那將是不是中美之間的較量 日本 韓國 菲律賓 澳大利亞等盟國 同樣會加入這一場 軍事行動 那他的講話裡面來說 馬上就被中國網友 大量的轉貼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國防部長 終於在經過幾個月的 玄缺之後出來了 他叫董軍 董軍是原本的 出任海軍的這個 原本是海軍的這個 司令員 他現在出任 中國新任的 國防部部長 所以中國好不容易 他玄缺已久的 國防部長 我捕食了 我身上了一個海軍 上來的董軍 結果這個董軍 剛剛上來 美軍就跟你嗆聲 給你十年也不夠 對 那為什麼美國會這樣講呢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看到這個 中國最近的軍方的人事異動 你大家也覺得 這個國家真的能打仗嗎 寶傑就在12月29號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 人大常委會的時候 有一個公告 免除了9位的這個人大代表 這9位裡面來說話 寶傑 丁乃航 他是這個 曾經擔任過這個 解放軍的空軍司令 還有上將縣 然後李玉超 李玉超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被抓走火箭軍的上將 他目前為止 人不知道在哪裡 周雅寧 他也是承認火箭軍的司令 李傳廣也是火箭軍的副司令 呂鴻 火箭軍的這個 這個裝備部部長 張震中來說話 火箭軍的副司令 然後張玉玲來說話 是國防大選非常重要的 這個裝備部的人員 然後這個饒文敏來說 他是裝備部的這個 發展部的副部長 還有這個余星村 他是什麼 他是海軍的這個 重要的這個官員 所以你看 一大堆人全部 9個將軍 全部都被免除了 但是你這樣子講 火箭軍根本就垮掉了 對 火箭軍 然後也牽涉到海軍 還有後勁裝備司令部 一大堆 雖然這這麼多人 如果一個國家 這麼多人 這麼高階的軍官 同時都被免除 你覺得這個戰鬥力 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那你根本不用講 不是只有這些高階軍官 被免除 最近很多 我們知道中國是 所謂軍工複合體對不對 軍工複合體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 這個民營企業 看似民營企業 其實是軍工一起的 你看譬如說最近 還有什麼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董事長吳彥生 他也被免除了 中國兵器工 兵器工業集團的董事長 劉思泉被免除了 然後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副總經理王長青 被免除職位 這幾個 要嘛就是幫中國 做這個重要的武器的 要嘛就是做 重要相關的航天系統 全部都去指 所以不是只有軍銜 連這個合作 開發武器的 全工產業的 全部都倒了 那你更不用講 還有一個什麼 胡問名 這個中國航部重工的 這個前董事長來說 他最近被審判了 他最近因為貪腐 然後被判這個 13年的這個徒刑 然後為什麼 因為他貪腐約莫是 大概約莫折合信貸 幣是2.6億 那你更不用講 他還牽涉到洩密 洩密還沒有判耶 那連這個中國航部重工的 副董事長也被判刑耶 所以這等於是 中國到底是 每一個體 每一個體系 要嘛就是貪污 要嘛就是洩密 一大堆的這個狀況 那你像是胡問名 他洩密什麼 他洩密很嚴重 因為他是 山東號的研發的 這個總指揮 山東號 然後還有包括遼寧艦 他也是這個莊烈工程 殲10 還有C919 對 胡問名都是重要人物 結果他涉嫌洩密耶 所以那是 中國不是只有 這些火箭軍在洩密 這些重要的官員 最重要的航天集團 也都在洩密 都在洩密 所以為什麼 這個美國的這個 這個北約盟軍的 前最高司令 他會說 你根本就不是對手嘛 因為我們現在 給你10年準備 你也準備不好嘛 因為你裡面那個 貪污腐敗啦 洩密的 一大堆的這個狀況 好 所以董事長 中國國防部長董軍凱 剛剛就職 結果美國前司令就在講 你給中美開戰 給你10年準備不好 現在就跟你講 你現在這些高階將領 現在也被清算得太快了吧 這一波的這個清洗 主要是火箭軍的清洗 火箭軍原來就是他的 整個解放軍的骨幹 骨幹包括他前任的 這個李尚福國防部長 他最損失最慘重 就是這個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是他 等於是他習家 習家軍的這個核心幹部 他整個的概念裡面 中國是要全世界有力量 有能夠跟美軍作戰 就是靠火箭 就是靠火箭 就是用這個啊 對 然後現在搞的 這個裡面到處是間諜 要怎麼辦 然後裡面貪污一大堆 要怎麼辦 所以現在變成說人人自為 最害怕的是誰 習近平自己本身 他沒有一個可信任的人 那現在突然間 我們也不知道這個董軍是誰 就突然間搞一個海軍 連你都沒聽過 今天沒聽過這個人 他們本來軍方的司令 有一些人會有名單 會有 會見報 會見媒體 但是這個人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就突然間冒失這個人 你對中國是非常熟悉的 你都沒聽過 就是說他是個海軍 那海軍的將領 海軍以數量來講的話 對 以這個兵種的特性來講的話 在中國的海軍 要能夠當上國防部長的 我好像還前面是 很少 還很少沒有聽過 就是劉華欽是他的海軍之父 他劉華欽也是陸軍出身的 對 所以說感覺起來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安排 所以我覺得 習近平最近的人事安排 都有一個特性 全部是在翻新 用不斷地在提拔新人 但這句話怎麼講 他對老人不信任 包括他不是說軍方而已 包括他過去的所謂的 遮江新軍 對 包括他的福建的一些 福建的老幹部 是 他兩個來源嘛 一個是福建嘛 一個是浙江嘛 浙江嘛 那這兩個人 他通通你看到最近又開始 慢慢地淡出的味道嘛 都不太用了 都用一些新的 都是學界出身的啦 或是產業界出身的啦 像最近這個新疆省委書記 他就是新的 這原來是兵工系統出來的 一個學者專家 最近這個人要調去接這個 接他的這個 接他的大密嘛 對 到他的這個 到中央了嘛 所以他這些動態的情況之下 你就發現說 他對人跟人的信任 產生非常大的危機 沒有可信任的人 然後他對這些 目前他的支江新軍 跟他的福建用的人 開始產生大量的 汰換的情況 這是習近平的困難 他現在用到無人可用 然後因為他問題到 前所謂的困難呢 經濟窘 經濟非常困窘啊 問題這些所謂的 過去的老幹部 完全是舊思維 根本找不出新方法 來解決問題 當然現在解決問題 主要是中美關係 現在也全部都困在這裡 所以目前陷入一個 人事上的窘境 跟國家發展上的困境 是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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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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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關係